使用场景呢 我们这儿总结了三个 前两个是比较简单比较常用的 最后一个呢 是ESU的一个新语法 也是可代理模式 直接挂合的一个代理的一个语法 大家看啊 第一个是网线设计代理 这个应该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等会儿我们会演示 第二种就是这个 Declary的这个$.proxy 这个也是非常常用的 第三个就是这个ESU的proxy 这个是ESU中新增的一个语法 这样的话 我们后面会通过这个语法 跟你一下这个之前说过的 这个明星和经纪人的这种关系 OK 我们看第一个 大家直接看这个代码就行了 不用过多解释 这个都是最基本的问题 演示之前呢 我首先我要在这个 咱们这个项目的Gameloo 建一个Test2.HTML 这个其实特别简单 大家去自己创建也行 去哪儿抄一顿也行 这个没有关系 特别简单 我们就不再带着写了 它里面有一个DIVE 然后呢里面有 有好几个链接 然后我们已经用了一个 这块的一个CDN的地址 大家如果想找CDN的地址 大家去这个bootcss.com里面去搜就可以了 特别简单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第一个啊 就是DIVE 复制成这个document.guess 第一个我们没有用这块 所以说我们就原生的写啊 然后获取DIVE 然后获取DIVE之后呢 因为我们要监听这个下面所有的A标签的点击事件 所以说我们没法去每个都去绑定 所以说我们就加一个代理啊 加一个代理 DIVE.addEventListener 好 然后 然后 function 然后我们获取这个target啊 这个语法我们就不再解释了 这是最基本的GS语法 if这个target.nodeName等于A的话 这是特别简单的判断 就是如果它等于A 说明是我们点击的是A标签 对吧 我们用的是这个时间冒泡的这种模型 然后我们alert这个target.nodeHTML 好 这样的话我们保存 保存到控制台里面呢 我们去跟之前一样 我们去运行这个ATP-SORR881 这个我们当时在讲那个VUE的那个例子的时候 讲过了 就讲VUE那个computed 讲 应该是讲那个设备器的时候 讲过了 我们运行完之后呢 我们去旅转器中去看一下 logohost8881 然后testr.html 好 这个时候我们去点一下这个A1 大家看A1是吧 好 点一下A2 A2 点一下A4 就是A4 点一下A5 就是A5 好 这个例子就OK了 OK了 那我们把它稍微试试一下 第二个呢 是这个$.proxy 就是gecoin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左上角这个地方 我们再监听一个DIV1 然后呢 在click里面去获取这个this的时候 它是符合期望的 但是如果是我们点击的时候 它有一个setMount里面呢 有个function 这个时候再获取this 它就不符合期望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这样做啊 一般情况下是像右边这样 我们先在外层把this获取down 然后在执行的时候呢 通过这个之前获取到this去获取 它就符合期望了 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 像这种情况它是什么 它这个this是window对象 它不是真正的这个 外面这个DIV1的这个gecoin元素 它是个window对象 这个大家都应该都明白 所以说我们传统是这么做 当然es6里面可以有监通函数 但是呢 es6现在 就如果是监通函数的话 这种的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es6现在的应用场景呢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 就完全覆盖所有软件器了 总有一些老的项目 比如说老的项目 依赖于gecoin的项目 它还会不是那么兼容es6 所以说它有些地方呢 它用不了监通函数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肯定就 要不然就这么写 要不然怎么写呢 要不然就是像下面这么写 这个函数直接给它封装一下 我们通过dollar.proxy 给它封装一下 我们把这个this传进去 然后它这个this就符合要求了 这个你看着框号里面 一层套一层挺复杂 我们等会儿演示的时候 你就看出来 它其实很简单 这儿多一句嘴啊 大家不要以为你 那个我们现在所有的工作 都已经被这个voe 或者react 或者angular 这些框架都已经涵盖了 其实现在还有好多好多的系统 它是不是拿这个来做的 特别是有一些历史的 比如说好几年之前的这个系统 它根本那时候根本没有 voe和react这一些根本没有推广起来 但是那已经做了 做了之后呢 系统很大 功能很复杂 它也不可能说立马就完成 重构或者迁移 而且呢 可能功能比较稳定 也没有必要去重构或者迁移 但是它还要维护 对吧 所以说我们再继续学习 gqr的用法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不是说 现在gqr完全就死了 完全就没人用了 大家看一下 那个npm里的库里面 gqr其实现在引用量 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话不多说 继续我们代码演示一下 然后我们再演示 第二个这个gqr里面的proxy 比如说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现在 没法用es6的语法 有些环境下 我们要对dve进行一个 click事件的一个访定 那这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this.css 我们给它 弄一个background吧 Yellow 我们对dve点一的时候 给它弄一个 background的Yellow 然后我们跑一下 试一下 然后我们点 OK 它是Yellow了 对吧 它是黄色 好 这样的话 这个zs肯定是没有问题 它指向的就是dve 但是我们要 我们加一个需求 比如说 我们延迟一秒钟 set them out里面 然后这个里面 我们再去弄它 再去弄它 成黄色 然后一秒钟 我们看一下 刷新 点击 没有反应对不对 没有反应是因为 这里面这个 zs啊 它其实是指向的是window 我们可以打印看一下 刷新 是吧 打印出来window 只要是window window呢 肯定就不是这个dve的这个对象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一般的这个做法呢 是这样 我们外面弄一个变量 然后给它复制成this 然后在这里面呢 用这个 不用这个里面的this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刷新 好 已经变了 是吧 至于说 这个里面 为什么就可以 然后 为什么这儿 直接写this 就会是window 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这儿不解释了 这个问题是最基本的 一个gs的语法的问题 这个我建议大家去学习 我之前录制的这个 前端gs面试技巧 这门课 这门课里面讲的这些技术语法 讲的是最细的 好 这样做是一种解决方案 然后我们后面讲一下 我们那个 PuT种说的第三种解决方案 就是用那个declare的一个代理 我们可以这么写 可以定一个function 我们用吧 定一个function 复制成 这个 然后里面呢 执行function 大家看这种写法 是不是和刚才的写法 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把这个方案 也提出来了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办了 然后我们可以这么写 function是这样 方案还是这么写 我们可以function 复制成 $.proxy 把方案传进去 然后再把这个this传进去 这么写的话 把这个function再执行 它这个类似就已经变了 我们保存一下 稍微 点击 好 已经出来了 对吧 好 其实你看这么写 我们变一下 我们把这个function 我们再给它替换成这个 好 是不是这样了 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挖挪到这儿来就行了 OK 这样效果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之前是这儿是个变量 这儿是呢 现在是北达式就这么写上去了 最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 把这一块直接提换到这儿来 就是把这一块 直接提换到这儿来 这样提换完之后 就是那个PVT 这么的数据方式 就是比较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呢 它一点都不乱 大家看 这就是PVT 这么的数据方式 最终其实 我们ZMT 这么执行的函数 是这个 就是经过这个代理之后的 好 刷新 点击 一秒钟之后 变黄色 好 这是前两个 前两个演示 我们把这个也再主持掉 前两个演示 这两个演示呢 我们之前说过啊 就是不是说和PVT里面 那个代理模式 那个方式完全一样 原因也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呢 它用了这个代理模式的这种思想 而且呢 它是在前端极为常用的 一种书写的方式 所以说我们这儿 有必要给大家提一下 也有必要去演示一下 如果是你不知道呢 这块一定要好好记一下 如果你知道呢 也全当是你把这块和代理模式的一个结合 做一个复习 我可以说 你把这块和代理模式的一个结合 你把这块和代理模式的一个结合 我可以说 你把这块和代理模式的一个结合